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六单元 祝佛劝信流通 这一段经文就是弥陀经里面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六方佛赞叹 我们将经文先念一段 舍利弗如我今者 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 东方亦由阿楚辟佛 须弥相佛 大须弥佛 须弥光佛 妙音佛 如是等 恒厚杀素诸佛 过于七国 出广场学乡 遍赴三千大千世界 说诚实也 如等众生 当心是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祝福 所护念尽 到这个地方是一段 这一段里面 我们把它分为五个中段来接受 第一个是 此今以设下为题 是世尊彻底悲心 无问自说 谁看人流通之则呢 我们先把这个意思 六一六地介绍一下 这一部阿弥陀经 分量不多 凡是大成经 都是以摄像为题 什么是摄像 摄像呢 就字面上来看 四摄真相 这称这为摄像 四摄真相 就是真如本性 就是发生理一体 能性能变 所性所变 这个四摄像 这个四摄真相 这个四摄真相 我彻底悲心 彻底悲心 也可以说是 究竟圆满的大慈大悲心 没有人 没有人 请问 自始至终 都是世尊一个人所说的 最经体上 最经体上加佛术 那么这样的经典 什么人 有能力 我们一般讲呢 有资格 来担任 刘通 这确实 跟世尊 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经 不一样 连华严经 都有齐情的 齐情 虽然没有说出来 念情 心里头 有疑问 没有说出来 佛知道 这一步 没有人 想到过 没有人 能提出 这个问题 佛看到 大众的缘分 成熟了 为我们设处 无比殊胜的法门 一切众生 难信之法了 什么叫语言成熟呢 佛说出来 居然有人 相信 有人 能理解 有人肯一教奉行 这就是语言成熟 佛不等待 有人问 赶紧就说 这个境 才是彻底 究竟 圆满 度众生 成佛道 所以 欧耶大师 在此地 为我们提出 一个问题 什么人 有能力 有资格 流通 他老人家 说得好啊 惊开 三分 他从这个地方起 就流通分了 这也是 过去祖师大德 讲 弥陀经 从来没有把这个地方 看作流通分 都看作正宗分 欧耶大师 独具会 从这个地方 分经为流通分 祝福 劝信 流通